陳水扁在今天再一次的出庭 在出庭前夕呢 吳淑貞昨天特別去探視他 這夫妻倆見面通常大家覺得說 應該會這個虛寒問暖啊 你的身體怎麼樣啊 可是他們一坐下來談的是談SECA 談國家大事 那麼也談說呢 要組一個這個台灣獨立黨 拋出這樣的一個新的議題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策略呢 輝文 那個台灣獨立黨 我想今天這個 很多民進黨立委的反應錯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構想 剛才我們聽了這個名字 早上阿波我們在這個 新台灣新光大當中也做 聽到這個現場的聯繫 就拆高雄出來說 我們台灣獨立黨怎麼 結果我們節目結束 我就開車嘛 就聽這個公佈電台 拆高雄馬雄和張天君和阿昇 做電話聯繫 他就說得比較完整嘛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這個黨 也成立後是沒有候選人的 沒有要選舉的 就問這個黨是要做什麼 這個黨他們說要變台獨的 民進黨的立委 或是說民進黨的管理長 或是說民進黨的黨員 可以參加兩個黨嗎 可以 他們才想 向他們才想說 你是民進黨 你要譬如說民進黨 甚至你要譬如說民進黨 有比較巧克力的 因為他是三拼嘛 剩到受贏的意思是說 你民進黨這件事 你不拼台獨嘛 或是中華民國的這個 大帽子什麼 我不論啦 他說的是說 我們拼台獨 我們不拼選舉 可是蔡英文剛剛的回應是什麼 我們除了選舉之後 還有社會責任 誰在跟你講社會責任啊 真的拼台獨 台獨 譬如說台教會 蔡丁貴他們那些人 社會責任不是說不重要 但是有比社會責任 更高的道德 叫做獨立堅果啊 那蔡英文是不是剛剛 迴避了獨立堅果 是 我們立法院的同業 問你說 都是要拼台獨的 不是拼選舉的 你怎麼回應 他說我們還有社會責任 結果社會責任 會去扭曲喔 說你社會責任 意思是不能說台獨 所以我建議觀眾朋友 這樣想 你多久沒有聽 蔡英文講台獨了 多久 很久了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不是台獨 他從以前 因為蔡英文小到大 他五十幾歲 年紀比我大 我說 從他開始套入政黨 你很少聽到 蔡英文講台獨 為什麼 他台獨是假的 蔡英文是標準的假台獨 所以也有人說 陳水遠拋這個出來 其實就是針對蔡英文 不過就是說 如果說不用退黨的話 因為大家想說 你是不是要選邊 甚至人家就去問 黃慶玲啊 你是不是要追隨 就我說黃慶玲被騙了嘛 結果他說我不會退黨 我們聽聽看他的說法 民進黨還是很有希望 也會在民進黨 跟民進黨一起走在一起 你我說 我插一句 你叫你們親自驚國去問 跟我剛才說 剩下的這個原意 又說去問黃慶玲一次 黃慶玲一定說我加入 他不敢不加入 他不敢不加入 不敢不加入 他一定會同時加入 民進黨跟台灣獨立黨 好那劉大哥 我是覺得陳水扁這個 台獨黨 也是個假的 因為他當總統的時候 用有權力 就沒有辦法推動台獨 現在打官司了 在推動台獨 他這個台獨黨 其實就是 很簡單嘛 民進黨蔡英文 今天蔡英文 假如跟蔡體方一樣 號召民進黨 要攻打土層建律的話 陳水扁不會提 民進黨已經夠好了 有聽難嘛 你民進黨整個黨 蔡英文很強硬的 挺我陳水扁 我還組成台獨黨 就是你們那個民進黨 現在軟弱 而且我只好用台獨的名義 還說民進黨的人 你也不必離開民進黨 但是你可以加入台獨黨 加入台獨黨 就是挺我陳水扁 他就把台獨跟陳水扁 連在一起 挺台獨就挺陳水扁 但是這個是 是為了官司的政治操作著想嘛 不過我覺得他這個台獨黨 也有一點道理 因為他們說 陳水扁不是講說 5.7億啊 什麼7.1億啊 會回來裡面 我們特征組查出來的犯罪所得 好像只有4億5 對 其他不是犯罪所得 他說我這個 如果不是犯罪所得 我也願意把它捐出去 捐出來 那我有一個台獨黨啊 捐給台獨黨 對啊 公益團體 我這個齁 你們 無法所得 你們 把他摸收好了齁 但是 我剩下的 我要捐給公益團體 為什麼要捐給什麼利益基金會 不必 捐給台獨黨嘛 真對台獨黨 合華 合華 違背我的諾言啊 搞不好他是台獨黨的秘書長是陳之中啊 黨主席啊 那您覺得他這個台獨黨 會有多少的號召力呢 惠文 這個部分齁 我想 張英這個電台連選 他們很多人卡電話去了 要加進去 已經有很久拿進去 廣播就這樣 有要加進去的聽眾朋友 隨便卡電話 電話都滿線了 我想 絕對基本上絕對是有的 你看自後面的案件發生到現在 不管是民調 補助的電視台 雖然說 趴手 不說太高 他說也 爛船又有三金釘啊 你說台灣獨立黨沒有人嗎 你說台教會那些人 台灣是來的 南社的 還有一些 電影電台這些好朋友 加起來 撞到說 100萬人不是不可能 因為他可以跨黨嘛 所以民進黨不用選面帳 像黃慶林 黃慶林說 我覺得不會呢 但真正登記黨員會不會那麼多 不曉得 他們如果用這個 主黨來說目標的話 其實不難 因為我們台灣是 真的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地方 你要主黨 你知道 名稱 我現在比較擔心名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台灣獨立黨太慫了 我猜有人已經申請過了 你知道我們台灣好幾百個政黨 這名字太慫了 我才是有人申請 我才要換一下 那你有沒有建議 你不要害我 我有什麼建議 我意思說 如果陳水扁認為這個黨 剛剛益鴻兄說 如果把這個黨來 來嫁錢 是不錯的地方 要想要靠 生在這個黨 給他的肝心 比較好怕 還是說不太多 不太可能 他可能想太多 他可能以為說 我組了一個黨之後 你們會怕我 但我補充剛剛益鴻兄講 如果蔡英文一看就硬起來 動員全黨的力量 全黨的力量 然後去壓迫這個司法的話 陳水扁會不會收押 這我很懷疑 以我出現的 民進黨說 全力的杯葛 全力的聲援 搶救陳水扁的話 敢壓嗎 法官敢壓嗎 檢察官敢壓嗎 所以我不得 雖然我是不太喜歡蔡英文 我不得不講說 去年他只有踩煞車的 其實他的煞車跟油門 放一放一放一 讓陳水扁也很困惑 大家記不記得 上禮拜蔡英文說 記者問蔡英文說 有沒有考慮 這個馬總統 是不是應該考慮特色 什麼什麼特色陳水扁這樣子 然後蔡英文回答是 應該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我們就把他扭曲了 說蔡英文要特色 然後陳水扁裡面聽到印象說 哇 蔡英文說他的特色 一定為之一陣嘛 可是第二天 鄭文燦出來講說 你們弄錯了 陳水扁又撐下去了 像卸的企業皮球一樣 這樣忽冷忽熱 我覺得陳水扁難怪 他會對蔡英文有為止啊 難免啊 我是陳水扁 我也不高興 你蔡英文喔 什麼要特色 等我判刑確定有罪了 你再特色 我現在又被羈押在裡面 又出不來 你就是應該喔 學蔡起幫 一開始的時候 動員民進黨 好幾百萬人說 你喔 敢壓陳水扁 不管他有沒有貪戶啊 你敢壓陳水扁的話 我就要衝進總統府啦 衝到土城啦 衝到特政組啦 看看他能不能被收壓嘛 所以他現在在丟這個台油黨 再測測看 到底這個支持度還有多少 測一下水外 我覺得他喔 陳水扁自己知道嘛 李登輝組個台聯喔 對陳水扁對他投鼠俱氣 否則的話 李登輝 早就動手了 李登輝什麼拉法一眼那些什麼 軍官 陳水扁喔 會動手 好 組一個台油黨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